2021開箱文 正常開箱文是不錄影的 但是因為前陣子有人在底下開箱文留言說 速度太快了 那我今天就用講的讓速度變更慢 但是因為我也不是一個專業的時尚玩家 也不是一個非常懂流行資訊的人 純屬一個非常愛買的 所以我的開箱文沒有特別過多的介紹 只有我買了些什麼東西來分享給大家 這次會特別拍因為我今天要介紹的是LV 因為我剛好近期買了兩樣小物件 那我就一起開了一起PO 那當然也是因為這次買有準備 其實這些都是要為了我的生日做的生日禮物 但是實在是東西湊不齊所以先來開 在過程中先插一個小東西 這一個 這是一個我在 其實大家應該都知道我突然間忘記了 那個是什麼就是一個專門訂製一些手作的東西 比如說手作的包包奧奧啊 可以刻名字啊 或者是可以做什麼的一個網站 我回頭再一起把它貼在文字上面 然後我就是覺得他之前我訂了一個姓名的項鍊 我覺得很漂亮 然後我這次因為剛好要買禮物送朋友 所以我自己也順便再訂了一條 然後我就是選這個名字 我覺得因為這個在我們那個年代 在我高中的時候大概二十幾年前吧 對十幾二十年前就很流行 送這個就是名字的項鍊做禮物 然後那時候其實都蠻貴的 一條都要大概三千多塊 如果是玫瑰金的話會更貴 有一個叫歪開頭壓力嗎 不管 反正那時候就是那年代他們是最流行 我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 可能也還有 我也不記得 那後那時候的材質是挺好的 那後期其實我在網路上一些奇謀拍賣去訂的時候 它的材質就變得沒有那麼好 那這家是因為我在那個網站上面以後 所以我挑了很多家的小售 要不然就這家試試看好了 因為它價格其實不貴 才一千多塊 結果訂過來的材質跟它的那個設計感 跟字型我都覺得挺美的 所以我就會 我就覺得這個價格是很可以 非常可以物超所知 所以我就再訂了一個給自己的生日禮物 然後我這次以前都會用自己的英文名字 但是我就用了我的中文翻譯 看得懂人看不懂人看不懂 然後它是玫瑰金的 然後它很細 我覺得它很漂亮很秀氣 其實不太適合我 因為我本身是很粗辱的 但是我偶爾也是可以秀氣一點 所以我就覺得它還不錯 那它的鏈型有兩種Size 你可以上網去查 那我是覺得正常人就用正常Size就好 我這條就是正常Size 可是因為它有加鏈 所以我覺得如果太短 我可以再摳長一點 你看我覺得 哇就很美 我就很喜歡 很秀氣的一條 在這個地方 挺美的 然後這是玫瑰金 我幫我朋友訂了一個 我自己也訂了 我這裡那個別人的生日 我要買生日禮物送朋友 就是別人有的我也要有一個 然後常常每次都會有朋友送 好啦不交這些廢話 趕快來進入我們的助理 這是我今年買給自己的LV 其實我跟LV非常有緣 我跟Size比較有緣 但因為我其實比較喜歡Size 我覺得Size 對我而言就是一個女孩子的象徵 這個故事以後再跟大家講 等我再買下一個Size 再跟大家分享 然後這個LV是我今年 就是特別想說要訂製的東西 但是拿出來可能又會被罵 因為就是一個很瞎的 我想一直想要買一個Size 但是我一直找不到好看 所以呢 我就去LV 看到了他們的護照套 因為其實我一直也都蠻喜歡用LV的小皮件 就是這個 就是他們的 就是經典花色 所以呢 我就到了 網上發現它可以訂製 那我就上了專櫃 以後就看 哦 專櫃小姐就幫我說 欸你可以選 然後他幫我訂製 所以我就一個月前 大概三月底四月初的時候 就跑去了專櫃 對請他幫我訂製的這個 然後裡面呢 是我最喜歡的桃紅色 那其實它就是一個護照套 沒有什麼special的地方 就是純屬 因為它可以在這邊做自己喜歡的壓圖 你可以自己選 我選了這個 因為我是九月初心 所以我就先買了 一個他們處女座的LOGO 那這是他們的TOKYO LOGO 因為其實我比較喜歡它這種 繽紛型的LOGO 所以我選了這個 然後下面還有一個 是標籤貼嗎 然後下面我當然一定要印我的名字 我覺得這才是我的東西 那背後我就選了一個 他們的經典 就是好像也是經典款的一個鎖頭 的造型 然後我就買了它做我的今年的生日禮物之一 好 可是重點來了 現在疫情我們根本出不了國 所以我買了它 我覺得我也一定會被我朋友念死 所以我到現在都還沒有告訴他們 就先自己錄個影PO上來 等著被念吧 因為我真的太愛買 他們每時候覺得我買的這些東西 真的是小雜貌 亂買這樣子 我覺得很開心 怎樣 我覺得我賺錢就是用拿來花的 大不了 大不了 就再繼續賺 繼續賺 然後我要特別講說我這是訂製款 那時候疫情很嚴重 所以我到貨的時候就問我要不要去拿 我說還是要幫我寄 我要請他幫我自己來 這個Sales他做 因為其實我在LV沒有什麼好的Sales 可是Sales 他做了一件事情讓我非常開心 就是他寫了一張卡片給我 然後就是手寫的 其實因為我是一個很注重手寫溫度的人 我的字不好看 但是我很喜歡人家寫這些 就是手寫的東西給我 一些祝賀語 所以就因為這樣 所以我這次 因為我想要換個短夾了 我就特別再去找他 請他 就是在這疫情艱難的時候 請他幫我看有沒有 但是我們很快 我們見面不到半個鐘頭 大概十幾二十分鐘 就是看完結帳 大概二十分鐘內離開了 裡面 中間沒有過多交談 因為我覺得疫情嚴重 我就跟他在網路上看好 我就跟他講說 你們有沒有這個這個 我等一下過去 我幾點幾分到 你拿出來讓我看一看 有我就買了 如果我不喜歡 我們就下次再買 不要逗留太久 不要聊天太多 因為疫情的關係 然後他還說 OK好沒有關係 我們就這樣順利的把他結束了 然後我買了一個 這個東西 其實如果是精品迷的話 這些東西對他們的眼 可能真的都是小的東西 他們應該就已經都有了 但是我就是一個 跟LV比較沒什麼緣分的人 然後只有比較常用他的皮夾 所以我因為要換了一個短夾 我本來是買這個BB的短夾 我覺得也蠻好用 但是因為我覺得 我不喜歡三折 然後我就去挑了一個 這個小一點的 因為現在流行小包 我有很多小包 剛好都可以放進去 所以我就挑了一個這個經典款 那他本來還有全真皮的 跟這個讓我選 我選了他 因為我覺得 我沒有什麼LV的東西 而且我覺得就是 LV的經典款就是好看 又實用又耐用 這是重點 我就覺得 而且我很喜歡黏色咖啡色 我不知道為什麼就是 以前我喜歡亮色 最近就變得有點老 我老氣最近就變得比較成熟 可能年紀真的一到 所以我就選了一個這個 我覺得蠻好看的 如果有 然後他放在小包裡面都還蠻OK的 雖然我還是用大包啦 對我無時無刻都在用大包 但是我覺得 這個真的也很好用 不能這樣講 反正我就 就是買了一個短夾就對了 然後我覺得他很薄 放在那種 這種小包裡面 我覺得都還OK 然後拿起來也比較有皮夾的感覺 我就不用再 其實我很喜歡 我覺得這個真的很好用 可是我以前是用長 我是長夾掛的 我實在不太喜歡 就是鈔票拿起來變這樣 三折 其實這就是 我真的很不喜歡 所以我忍了很久了 然後我才決定 疫情 大家心情都不好 所以我去買一個 他也開心 我也開心 這樣不是很好嗎 你要記得一件事 愛買的人 永遠有藉口 數不完的藉口 還好我現在單身 沒有人會管我 但我的姐妹們 他們都會覺得我 不要再買了 因為他們有兩個 點就是 一 我浪費錢 因為我很喜歡買了 以後又不用 然後第二個就是 第二個就是 他們每年我生日的時候 不知道要送我什麼 然後 會被我打牆 所以咯 就是這樣 好這是我這次的生日禮物 在我距離我的生日 我九月才生日 所以距離我的生日 還有一些禮物 我在我的清單裡面 我會繼續買 買到了以後 再跟大家分享 拜拜